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之前的视频跟大家说了这个整流电路的三种形式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用这个变压器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看一下我们说的之前这个电压波形是不是这种情况 刚好这个变压器是我这个供放机里面猜出来的 它刚好有一个这个三个抽头的扰阻 就适合这个全部整流的这个扰阻 还有一个这个两个抽头的扰阻 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做个这个试验 我们首先做这个半波整流的试验 那么我们就用上这个扰阻 我们把这个都放一边 那么这个很简单 直接就一个二级管 那么我们直接用我们之前准备的这个二级管 直接焊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好这个试播器呢我已经打开了 我们这个试播器的准备两个探头 我们一个探头来加这个没有经过整流整流二级管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流之前的一个波形 是不是50赫兹的一个正弦波 因为我这是一个公平变压器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试播器的探头 就接到这个二级管的输出端 我们看是不是一个50赫兹的一个脉动直流波 好现在我两个这个试播器的探头都接好了 我们来同步一下看 我们这个变压器还没通电了 我们把这个变压器电给通上 好我们再同步 好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个紫色的这个下就是一个呃交流啊 静线波交流 那么这个呃黄色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啊 大家可以看他是这种呃就和我昨天说的这种一样啊 他是这种波形啊 他是把这个副板周这里就已经截断了啊 就是这种像这个小三包一样的这种啊 波形 那么我们这个给他用手加上一个电容啊 来输出加上一个电容滤波的话 我们看他这个会变成这个直流电啊 那么直流电的话就是说呃就是一条直线了啊 我们来直接用手接一个电容上去啊 这个电容的负极接这个负极 然后正极接这个输出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就成了一条直线啊 那么说明这个电容滤波之后就成了一条平滑的这个直流电 那么我们把这个呃 拔掉啊 这个二探头拔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呃 整流出来这个脉动直流啊 这个频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50赫兹啊 那么和我们这个交流频率是吻合的啊 那往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全波整流看一下 他这个频率是不是变到了100赫兹啊 现在已经按这个图啊 接上了这个中间测头是D线啊 然后这两边接上二级管啊 这里接输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两边是输出 用了两个二级管 嗯 这样 复极接在一起 然后这个夹子接到这个中间这个D线 那么我们 试播器上面已经选择出来了啊 已经是这个100赫兹啊 嗯 那么说明这个麦动直流呢 它的这个频率就是100赫兹啊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波形啊 就有点像这个 嗯 静全波 但是就这个不是啊 大家可以看这下面呢 它到这里就没有了啊 它没有下去啊 这里是0辅啊 它没有到0辅以下 那么这个频率是100赫兹 那也说明我们都前面说了这个 呃 全波整流之后啊 这个波形就不止50赫兹了啊 这个频率啊 它就变成100赫兹了 那么乔四指流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 嗯 测试一下 好 这个乔四指流呢 我就用四个二级管代替了啊 我接的是这边这个 两个凑数的这个饶组啊 嗯 这个接法了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试播器上面的 这个这个频率啊 和这个波形 大家看一下也是100赫兹啊 它这个波形和刚才那个波形 是差不多的啊 刚才全波整流的波形差不多的啊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100赫兹 然后它这个波形也是这种啊 那么说明这个 呃 乔四指流和这个全波指流 它是把这个呃 交流 嗯 电的这个证办器和复半周啊 证办周啊 和复半周都利用上了啊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100赫兹的一个脉动直流 那么同样我们这里如果进行一个滤波的话 它也会变得很平滑啊 我们直接用这个电容加上去 啊 而且这个电容加上去是到直流电的话 这个频率就自动消失了啊 所以说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啊 真正的直流电啊 当然这种迈动直流它还是有频率的啊 因为我把这个电容拿开的话 它就有这个100赫兹的一个呃 变化啊 一个频率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呃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